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随着微短剧在数字平台上的兴起 2024年迎来了一波创新和引人入胜的微短剧热潮 这些精致短小却情节丰富的作品 不仅改变了传统观影体验 也在紧凑的剧情中展现了惊人的艺术魅力和创意 从爱情,奇幻到社会剧 微短剧以其多样性和便捷性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个看似短暂却又无限可能的微短剧世界里 我们一起来探索2024最火微短剧排行榜前实名 看看你追过了几部 是否有那些让你难以忘怀的故事 第一,我在80年代当后 我叫思念,是林家的娶女儿 你好,我叫周月深 它确实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剧集 它巧妙地融合了穿越、填虫、摘斗等多重元素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演 童泽文与苏君和的出色演绎 更是让这段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童泽文饰演的思念 在80年代的复古风情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深情又坚韧的角色 与苏君和饰演的周月深之间的甜蜜爱情和宅斗制度 成为了本剧的一大看点 观众可以在剧中看到 两位主演不仅在演技上相互碰撞出火花 更在情感上深度交融 为观众呈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此外 剧中对于80年代生活风貌的复刻也做得相当到位 无论是服饰 道具还是场景不止 都充满了浓郁的年代感 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年代 这种对细节的考究 不仅增加了剧集的真实感 也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本剧在展现甜蜜爱情的同时 也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与坚韧 周月参这个角色 不仅有着传统女性的温柔与善良 更有着现代女性的独立与智慧 她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 总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解决问题 这种角色的设定 不仅丰富了剧情的内涵 也给了观众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我在80年代当后 妈是一部集穿越 甜宠 宅斗元素与一体的热门剧集 她既有引人入胜的剧情 又有出色的演员表演 更有对80年代生活风貌的精致复刻 和对现代女性形象的深入刻画 这部剧不仅给观众带来了娱乐享受 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第二 哎呀 皇后娘娘来打工 我放开你能走吗 能 走 哎呀你放开我 啊 这部古川线大女主爽剧 却是以其新颖的故事背景和幽默的情节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森月和徐一珍的精彩演绎 使得剧中的皇后娘娘容带形象生动鲜明 让人过目难忘 容带这一角色从古代穿越到现代 经历了从后宫到现代豪门的巨大转变 这种跨越时空的设定 不仅带来了新鲜感和趣味性 也展现了女主角在面对陌生环境时的机智和勇气 她在现代社会的逆袭之旅 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观众可以跟随她的脚步 一起感受那份来自不同世界的冲击和融合 除了情节设定吸引人之外 该剧还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 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和启示 同时 剧中的女性形象也充满了正能量 她们在面对困境时 能够积极应对 展现出女性的智慧和力量 哎呀 皇后娘娘来打工是一部极新颖 幽默 立志于一体的佳作 她成功地将古代与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 创造出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故事世界 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风格 让人心情愉悦 这部剧无疑值得一看 相信她会为观众带来一次愉快的观剧体验 第三 晶晶晶 晶晶 你脾气这么差啊 能嫁得出去吗 剧无疑是一部引人入生的宫廷大戏 她凭借精湛的演技 扣人心弦的剧情和立体的人物塑造 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了一个 充满复仇与禁忌之恋的古代事件 胡一瑶饰演的太后苏昭歌 是剧中的灵魂人物 她的复仇之路充满了波折与挣扎 胡一瑶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苏朝歌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她的愤怒 悲伤与决绝 她的表演既深情又充满力量 让人为之动容 林泽辉饰演的皇帝肖直则 是一个复杂多面的角色 她与苏昭歌之间的爱恨交织 既深情又危险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林泽辉成功地将肖直的挣扎与矛盾呈现出来 使得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生动 除了主演之外 李飞等演员也都有出色的表现 他们共同为这部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命运 他们之间的纠葛与冲突 构成了剧情的主要推动力 此外 赵歌赋的剧情设置也十分巧妙 她将复仇与禁忌之恋两大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使得整个故事既紧张刺激又充满情感张力 导演通过精心设计的场景和镜头语言 营造出了一种既华丽又压抑的宫廷氛围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 赵歌赋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宫廷大戏 她不仅有着精彩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演 更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思考 她成功地展现了古代宫廷的复杂与残酷 也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四 陪总每天都想付瓶子柜这部 原来你今天过来是个孩子吗 对啊 第一次当妈咪 总要给小朋友买点精蜜蜜 部剧作以许清雅和何聪锐的精湛演技为基石 编织了一段充满秘密与惊喜的龙凤台爱情故事 两位主演通过细腻的表演 成功塑造了角色的复杂性格与深沉情感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演 剧中 一对意外重逢的父母和他们的龙凤台孩子 成为了故事的核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既有重逢的喜悦 也有对过去的疑虑与不安 然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家庭的温馨与爱情的力量得以凸显 观众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 不仅能够感受到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能体验到家庭的温暖与爱的甜蜜 孩子们的天真无邪 父母的深情厚意 都成为了剧中最为动人的元素 这些情节不仅让人捧腹大笑 也让人在感动中思考家庭与爱情的真谛 此外 该剧还通过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场景 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 无论是职场的竞争与压力 还是家庭的琐事与纷争 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裴总每天都想赴《平字桂》是一部极剧情 演技 情感与一体的佳作 她成功地将家庭的温馨与爱情的力量 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人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爱的力量 第五 当家小娘子 我叫迟月 你会要演你们的妈妈 那我叫你迟月还是叫你妈妈呀 当然要叫迟月阿姨 那三孩子叽叽喳喳就没停过 吵死了 这部剧以其独特的穿越题材和丰富的情感元素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金美辰和陈俊宇的出色表演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剧中 现代武打女明星意外穿越到古代 成为一位年轻寡妇的情节 设定新颖有趣 充满了想象力 金美辰饰演的女主角 在面对陌生的古代环境和身份时 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和智慧 她不仅成功地融入了古代社会 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成为了家中的顶梁柱 除了穿越元素外 剧中还着重展现了家庭情感和经营策略 女主角与家人的互动温馨动人 她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 传递着对家人的深深爱意 同时 她也展现出了出色的经营才能 带领家人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创造出了美好的生活 观众在欣赏这部剧时 不仅能感受到古装喜剧带来的轻松和欢笑 更能从中体会到深厚的亲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女主角的智慧和坚韧 也给了观众很多启示和思考 当家小娘子是一部集穿越 家庭 情感 经营与一体的佳作 她既有引人入胜的剧情和出色的表演 又有深刻的念涵和情感共鸣 这部剧无疑值得一看 相信她会为观众带来一次难忘的关剧体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别忘了 谢谢观众 咱们可能 oblge 咱们可能不 Podp decl念 可以 zep 变成